签手观音禅寺16号在玉里镇公所发放了救济物资给玉里镇内有200户的弱势家庭 镇长龚文俊十分感谢签手观音禅寺的大爱精神 让弱势家庭在过年前可以感受到世间人情的温暖 签手观音禅寺1月16号在玉里镇公所发放救济物资给玉里镇内的弱势家庭 而镇长龚文俊感恩签手观音禅寺大爱旧品济世家会玉里的证明 让弱势家庭在过年前戏感受世间人情的温暖 同时也致赞感谢壮一份 在我们玉里已经行之有年 那当然前面三年有一段时间是中断 那这一次又特别又回到玉里来做这样的建筑 我们这边代表我们的乡亲 非常的感谢我们世间年事务 以及建筑的这个镇旺集团的游立村游董次长 牵手观音禅寺的事件连师傅表示 这些物资是来自于民间企业团体的善行捐赠 委员牵手观音禅寺帮忙转送以及发放 玉里镇已经有三年中断 这次趁着过年节前夕赶紧来发放物资 就很高兴就想到运营镇都说 之前的防护异弹 他的问题他都会常常常调调调的 比如说他的头比电脑还要先 跟他一起配的 大家做什么事情 就这样会有一个很好的印象 可是因为疫情我们不停的 没有泛政长 泛政长还有来迟 现在这个政长我还不知道他卸不到 但现在是谁在做政长 这次发放大约有200户的救济物资来帮助弱势家庭 感谢签索观音禅寺事件联法师和师兄姐妹们的帮助跟协助 以及来自各地方的善行捐赠 相信这些物资都能够让这些家庭度过一个愉快的春节年轻 记者高松松 玉璃震采访播的